確診量暴增 雙北居隔人數 也直線上升 臺北1.2萬人被居隔 新北更持續創新高 有2萬1千448人 雙北居隔人數飆高 為了維持社會經濟正常運作 臺北呼籲儘快以篩代隔 侯友宜狂喊緩不濟急要中央加快速度 尤其新北居隔人數眾多 程序勢必得調整 沒有辦法適時的解 現在的整個重點的目標 所以緩不濟急 我們必須要更快速的調整步伐 要加入相對的配套 幫它更完整 陽性的話 大家還是一樣正常生活 一樣上學 這樣子才對 本土疫情大爆發 讓民眾好擔憂 藥局 藥妝店紛紛出現搶購潮 常備藥品 感冒藥 止痛退燒藥 電解質 補充劑等等 幾乎消瘦一空 昨天這兩天的熱度 其實比過年的時候更誇張 兩三個月的庫存 都在最近兩三天就賣光了 所以那個量增加的速度非常快 看著確診數飆升 民眾心裡更恐慌 陳時中的三階段 以篩代隔 配套也得做好 記者陳正茂成一容 新北市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肌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 進去 ury透過 水